一只一只活泼可爱的猫咪 很难想象 它们本来都是收容所中 即将被安乐死的流浪猫 还好它们的伯乐 少姐出手相救 让它们重回健康 还能在这里等待新主人的出现 这么样广大的一个地方 一个山里头 就是说我身为一只猫 或者是一个狗 我什么地方我都不能去 我就是要待在一个收容所的笼子里 如果它健健康康干什么 我不太能够接受它们待在那里 那时候的念头 就是我很想要把它们通通都放了走 少姐常常像这样依依不舍 和被领养走的猫咪道别 但这就是动物中途 毕竟的离别之一 这是幸运的 因为另一种离别 更让人不舍 它看起来活蹦乱跳的 待在即将安乐的一个病房里 那你觉得它在那边挑来挑去 但是当收医生说 它们其实有猫问 三四年前我不相信 三年前我好像也不太相信 我就觉得它们可以活 但后来我慢慢地发现 就是那个存活率非常地低 那我曾经很不信邪的就是 我就是要把它们带出来 然后我就会付出很多很多的代价 独猫园是少姐为了让妈们创造的小天堂 走进二楼的咖啡厅 这里是很多猫咪跟新主人第一次接触的地方 除了店猫们是招呼客人的高手 被隔离在玻璃橱窗内的幼猫们 也是吸睛的焦点 即便动物中途的工作再辛苦 只要看到猫咪惹人爱的模样 辛苦都值得了 一般民众能够为动宝努力的第一步 就是坚持领养不弃养 生命都是可归的 爱没有差别